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我又不爱用替身 我就喜欢我自己 因为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它镜头是一直跟着你的 那么跟着你 你要是用替身的话 不真实 所以说我就尽量我自己来 那么我自己来就要事先 咱就要量好这个铺子 它有的时候在这炸 有时候是土弹 有时候是燃烧弹 它炸点不一样 危险性也挺大 但是我喜欢这种感觉 拍戏对您来说是一种享受 热爱 有没有觉得印象当中拍的特别苦的一些戏 当年拍了一个戏叫 《吕良英雄传》 真苦 山西12月份到1月份是最冷的时候 我就感觉那个冷到了那个地呀 都要冻烈 而且我呢又演了一个汉奸 这个汉奸吧 老跟日本人在一块 这个日本人进庄吧 他又不是白天进 他晚上 把我冻的呀 其中还有一场戏 就是大雪的天 赤的角 站在雪地里 就站在那个冰户里边穿了个小背心 脚就站在那个冰上 这么苦 您还觉得这拍戏是一特享受的事吗 因为喜欢 就像喜欢一个女孩子一样的 你就愿意全身心地去投入 我就觉得像这部《左轮手枪》 其实是苦成二的一件事情 两个角色在戏里面都要挨打 等于这边要挨一顿打 那边还要再挨一顿打 还都不用替身 全都是自己挨 挺好玩 挺有趣的 为什么 他不是演两个人吗 要拍的话就得拍好几遍 我得先把正面人物衣服穿上 演一遍正面人物 爱一顿打 你怎么老想着爱一顿 然后呢 把正面人物演完了以后呢 再穿上反面人物的衣服 再爱一顿 再演一顿又来了 这是近景啊 还有好多全景啊 中景啊 所以说要挨无数次打 看您这一个人演两个角色 有没有那种就感觉分裂的时候 你反正是老得想着 你让人演正面人物 小九川 你干什么 这是正面人物 那么演到反面人物 他就说了 石山来呀 你干什么呀 哎呦 就是你得 跳进跳出 一会儿是落地有声 一会儿 落地有声 怎么的 他老在跳 所以林老师您拍了这么多戏 你看我们刚刚统计 起码有上百步 您觉得哪一个角色 是跟林永健这个人 很接近 很相似的 其实要说 跟我生活中的我 比较相似和接近的 是黎明之前里的谈中树 我给观众啊 朋友留下的印象啊 是比较幽默 对 比较有趣 比较亲和 比较亲和 其实我的性格 更像谈中树一些 生活中的我啊 不是呈现出来的我 接下来咱们一块来看一看 林永健老师 这些年饰演的一些角色 好不好 只要五千两银子 你说贵不 不贵不贵 只要是万岁爷喜欢的 一万两也不贵啊 我们这样的 有一万两还送不上去呢 好 那个乡长那里啊 拿去找他去批钱 他如果不批的话 你申请多少钱 给你多少钱呢 不理我的是不是 代打不理 这干啥玩啊 咱哥们这么多年的交情 不如你那个枕头情啊 我说你这么着 往后啊 你就全他不认识我 你把我当成个蚂蚁 苍蝇 撑撑 老鼠 行了吗 可以了吧 不是有那么句话吗 叫没结婚的女人 是燕子 哎 自由飞翔 结果婚的女人是什么呢 是鸽子 到点就回 有过孩子的女人是什么呢 是鸭子 后边跟了一大串 要能除掉这个卧底 任何代价都是值的 不除掉它 根本不可能破获水手 就连木马计划 也将功亏一篑 今天是我的新婚之夜 大喜的日子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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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是憋了 好多年了 我跟 你回忆了 你回忆了 你是我的媳妇 刘沃 是我世上来的媳妇 小姐 这算是一个 小小的一个总结也好啊 盘点也好啊 哎呀 看看这一路走过来啊 真的 哎呀 挺感动的听 谢谢你们这个栏目组啊 谢谢 而且我特别吃惊的是 在季晓岚里边看见你 这个我还真是 可能没有关注过 没太注意过这事 对 这是很早期的作品吗 我刚来北京北漂的时候 您还有过北漂的时候呢 那现在想想 北漂那段日子 您觉得苦吗 苦是苦 累是累 但是啊 就是我现在反过头来想 我觉得这一切的苦 都是财富 其实我们也特别想了解 您在那个时候北漂 您大概是一个 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好剧组啊 因为你要生存啊 拿着自己的简历啊 基本上都是石沉大海 因为你名不见经传 再加上又长得也不咋地 我这个人呢也不太会来事 所以说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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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都是 有去无回 那您还记得 就第一次就是有那种 有被人认出来啊 或者说有觉得自己 小有名气的那时候 您还记得 什么时候 说到这个啊 我还真的感谢你们天津 就是05年的春节晚会 就是那个大姐 敢骂的那个 敢骂的 所以说你们这个 说天津卫视要做这群应会 我还真的挺高兴的 因为天津人讲话啊 确实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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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拿那龙女性 确实根啊 所以说 尽管我是反串 男扮女装 但是那个形象 在春节晚会里面 也算是经典之一 对 林永健老师塑造这个天津大姐啊 真的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 是 那么今天呢 其实为了致敬我们的林永健老师啊 我们也精心地准备了一个礼物 没错 看一看 三 二 一 开始 我说这个兄弟你是什么意思 你冒充我 你还要点脸吗 大家都知道 我才是我永健哥的亲兄弟 我们就是双胞胎 你冒充我 干什么 哥哥 哥哥你赶紧给我解开 我还得跟你上山打鬼 真的哥哥 你就是个特务 你说什么 你跟我哥哥是双胞胎 您让大伙看看 他哪跟我哥哥像双胞胎 你把那个眼镜给我摘咯 我摘 我摘就摘怎么了 你看见了吗 他这个眼袋都掉嘴里了 我们林家就没有眼袋就 我告诉你哥哥 他就是要冒充您的兄弟 混进我们的队伍 哥哥你别听他说 他才是要冒充您的兄弟 他就是要接近我的嫂子 各位您不知道 我嫂子长得可是太好看了 大眼睛 双眼皮 跟张希林似的 你给我住口 那个张希林长得多寒碜 我嫂子能长像她吗 行了 我听明白了 你就是要接近我嫂子 你才冒充的我 说漏了啊 说漏了 我接近我嫂子 我冒充你干嘛呀 我接近我嫂子 我冒充我哥好不好 再说了 我跟我嫂子的关系那么好 我嫂子不用冒充就 我跟我嫂子那就是亲兄弟 那就是 我说拔斗 我才是我嫂子的亲弟弟了 我跟我嫂子我们关系不一般呢 我跟我们嫂子关系不一样 我们比一双飞 我们举岸其眉 我就是我嫂子的双胞胎弟弟 我跟我嫂子才是双胞胎飞 林老师他就这么胡说 您就让他这么 在台上胡作非为是吗 我告诉你这样吧 咱俩出个问题考察考察 谁到底是我哥哥亲兄弟 我问你跟我哥哥的问题 你都答不上来 你说问一答十 我问问你 我哥哥数什么的你知道吗 数狗的 他说你数狗的 你说为什么 我有证据 有什么证据 你看 我觉得这狗可能比我俩像 林老师 那算你打上来了 那就算我打上来 我告诉你你这样 我给你也出个问题 你给我听好了 要想见我哥 在哪个电视台 几点几分看哪个电视剧 这个问题他难不住我呀 你我说 每天晚上七点半 在天津卫视 听清楚了吗 天津卫视 天津卫视 你说几遍天津卫视没有用哪个电视剧 我说出名字下你一溜跟头 佐罗的手套 我做 那个佐罗是眼罩 他哪来的手套 叫佐轮手枪 我记错了 佐轮手枪 哎呀哥哥 真相大白了 您听明白了吗 他连您的电视剧叫什么名字 他都不知道 我记错 他就是个判徒 我不是判徒 哥哥 您把您的佐轮手枪赶紧掏出来 一枪结果了 这个判徒 不行 他打死就完了 七点半啊 七点半 佐轮手枪啊 手枪啊 手枪 这个判徒跑了 哥哥 这个判徒可真的不能让他跑啊 我得把他抓过来 三极不用扭倒 我去转 我转 他从这翻进去的 是不是 哥哥怎么进去 就在这了啊 你跑得了吗 左轮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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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搞定 哎呦 干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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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事 没事 是我抓间隙呢 你抓间隙 你咋我们家强敢骂啊 好 各位 我正跟那边骚土呢 一大锤 轮过来 幸亏我躲得鸡 要不然我这脸呢 可就破了相了 你知道吗你 您各位敢骂呢 这是 就这个脸又破了相 这相当于整容啊 这个 你说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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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说 我没说 你说有他这样的吗 抓间隙 砸我们家枪 你说我们一黄花大贵女 也没结婚呢 你说说我这 我在家里边一大窟窿 我过日子 我不放心的 你说 看着个个眼收 这谁 我想想 这是 天津未识 七点半 左轮首抢 那个男一号 是不是你 哎呀 我 我 个个个来 咱照上相 你往那边 我个身边 不能有其他女同志 你骑开 咱俩一块 咱往那照上相 哎呀不是 你太像了呀 太像了 太像了 咱来一个 烂水摊 走 你别光啥乐 咱来一个手势 来个什么手势 来一个咱们一个小滔馅吧 哎呀 哎呀 干嘛呢 哎呦 干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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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过过过过来 过来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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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 你干嘛呢 你干嘛呢 我照相了我 照相 照相你搂我爷们照骂相 我 我搂半天了 这你爷们啊 这事儿 那当然了 真对不起 我你看 哎 别说啊 你们俩还真有那个福气相 那样 哎呦 还是这大姐会说话 一眼就看出来 我们俩有福气相了 福气相了 哎这 举问 我发现你比我跟我爷们儿 还有福气相 真客气啊 把自己爷们儿给豁出去了 哎 这大姐啊 这事可错了 我问问吧 你数骂的 我数狗的 哎呦这不瞧了吗 我也是数狗的 我爷们儿也是数狗的 是吧 踏似牛头梗 咱俩人哪 是龟伯人 哈哈哈哈哈哈 这创意似生呀 哈哈哈哈 太好玩了 哎呦真没想到 别说还挺香 确实是惊喜 有惊喜 真是用心了 对 因为我办出来以后 就是其他的同事啊 什么主持人都说 哎呦我觉得你真像啊 真像 然后我就迫不及待 我去照镜呢我一看 我觉得不仅啊 是像林永健老师 还像呢 还特别像啊 巴西球星 罗娜尔地尿 哈哈哈 啊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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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真的 别说啊 哈哈哈 戏太 罗娜尔地尿条 挑出来的 哈哈哈 确实戴这图套挺累的 对 在这我们还是换回 刚才的衣服啊 接着跟林老师来聊 今天啊 跟我们的林老师聊了这么多啊 嗯 这个不知道您的孩子大俊 平时有没有看您演的这些电视剧啊 这些角色 不多 但是呢 他呢 你看啊 包括今年春啊 我跟冯公老师演的那个小品吧 演完了以后啊 他没事啊 他老 然后 让我说里边的词 哦 你比方说啊 那他跑过来一拍我 然后他主动说你拍我干什么 哈哈哈 让我把下边的词要接着 哦 然后我我一听我说 哎呀 刚才我睡早了 哈哈哈 正在做梦 梦见我老婆生孩子 啊 突然感觉惨房外 哇的一声 你出现了 哈哈哈 他就往下说啊 怎么怎么的 就接那个台词 大俊有没有那种就是 嗯 爸爸就是我的偶像 就是那种感觉 少不至于啊 但是呢 呃 他倒是 一提起爸爸 骄傲 哎 你有想过如果以后 他也想做演员的话 李老师你会支持吗 呃 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 演员这个工作呀 其实很难 很难 很难 嗯 有的时候这项工作 还不是光靠着一种热情 一种投入的问题 还有很多天分 对 后天学习的东西 顺其自然 哎 我就特想知道 就除了您给我们这个角色里面呈现了以外 您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父亲 我确实比较严厉 我个人认为我个人啊 我觉得严厉一点是可以的 尤其是对男孩子 嗯 我就觉得我要严格的要求他 给他立规矩啊 要让他讲规矩啊 要让他懂规矩啊 一个男孩子将来你是家里的顶梁主啊 你从小不给他立一个规矩 将来长大还得了啊 反正我是 我这是我啊 我是要对他严格要求 对我看大俊他会照顾别的小朋友 甚至有的时候他会对林老师就是有一点点嫌弃 哈哈 大俊这样我觉得可能也是遗传 大俊也心里想我得给那小朋友立规矩 管都没有管不了他们了 但是现在随着他的年龄在长大 我们也俩这个沟通的方式非常好 啊 像朋友 从去年到今年 我们也俩见面的机会比较多 可能上半年呢 我就跟他讲 我说大俊啊 爸爸呢 呃 拍完这两个戏 一个电视一个电影 正好你就放假了 爸爸就在你放假之前 把工作都干完 然后 爸爸好好的陪你 嗯 陪你一直到开学 啊 我们也俩是有合约的 有商有两个 哎有商两个 他好吧 啊 我说等爸爸再拍 就是等你秋天开学了以后 爸爸再去拍 喊假啊 我们爸爸再带着你出去 我们有约会的哦 嗯 那您是那种 会道歉的家长吗 会道 这个事情你真的有伤害到孩子 那就说对不起 你会道歉 对错了就是错了呀 哇 不要找理由啊 对不起 爸爸错了 下次爸爸注意 那么同样 你犯了错误 你是不是也得跟我讲 爸爸我错了 我下回我也带着 哇 实践证明 我个人觉得在我们爷俩的 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他在成长我也在成长 我也没当过爹啊 我养过爹 但是我没当过爹 我也在成长 我也在修正的自己 对吧 人都是这样活到老 学到老嘛 对 我们在不停地往前行嘛 那生活当中林老师 您在家庭教育孩子时 跟您爱人是怎么一个分工呢 他妈妈确实为了这个孩子 付出了很多很多很多 真的是不容易 我有时候经常说 我老爷们啊 对咱们家媳妇好点吧 尤其是给咱生了孩子的 孩子他妈好点 你看我常年在外面拍戏 那365天 基本上350天在拍 孩子在家里的这一切 都是他妈 甚至为了孩子 放弃了他自己喜欢的事业 对 因为我的爱人 也是一个很好的演员 是 某些程度上 他比我演的要好 所以说他放弃了 做了一个全职的妈妈 我有时候很感动 当然有些话吧 我又不好那么直来直去的去说 说出来 但是心里都有 我真的觉得 不管是戏里还是戏外 有一个感觉是不变的 就是林老师特别没有距离感 很亲和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 如果真的您在拍戏的时候 有碰到一些晚辈演员 不敬业 您会发脾气吗 我碰到的都不错 你看我觉得林老师 林老师情商太高了 拍的戏都喜欢 我碰到的主持人都是好主持人 我碰到的观众也都是好观众 哇 这样吧 今天啊这个林老师刚刚说的话 大家都很舒服 最后我们得听一听林老师自己说话 自己舒服不舒服 嗯 这个左轮手枪大家已经看了一半了啊 对 可能每个人都有评价 我们不说大家的评价 林老师如果您给这个戏打分 一到十分 您打多少分 这个真是个难 我自己没有资格打这个分 要不然我来给这个戏打一部分吧 一到十分 我要打十二分 你识数吗 打十二分 一分是要让林老师骄傲的 还多出来一分 也是让林老师骄傲的 你在一部戏里边看了两个角色 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我觉得真是太好了 我觉得这样吧 林老师说自己的作品 自己不好来打分对吧 自己的哥们自己总能说一说吧 林老师给西林老师打个分 在这个剧里面的表现 十分是满分 您给多少分 十分 十分啊 准确到位 那么我们接下来应该听一听 西林老师给林老师打多少分 我把西林老师请上来好不好 谢谢林老师 你可来的 对啊 就听他一人白了 西林老师刚刚 林老师说你在这个左轮手枪里面的表现 满分 哎呦受宠若惊 这玩意儿一点不给我进步空间 让我今后的路怎么走啊 哎 如果要是他给我打十分的话 他这分我是真没法打 刚才我咋下子听了十二分 我给他打十四分 嗯 四个骄傲的空间 哈哈哈哈 金林老师会不会 因为某一部戏 有林老师在 所以 那我要参加 左轮手枪啊 关键还有一个好玩的事就是 在林明之前是他演我上司 嗯 我永远在他身边 毕恭毕恭 我这次终于让他在我面前 毕恭毕恭站一会儿 对 所以黄国良这个角色 最吸引西林老师的就是这一点 对 最吸引我的时候 让李永远在我旁边站着 哎呀 他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一个幽默的人啊 他不光幽默他还热情 哎 这个人他的最大特点是愿意张笼 我说的对吧 哎 爱张笼 对 西老师我想问一下您是那种 从小就很爱表演 怀揣着这种梦想的人吗 不能说从小怀揣着梦想 嗯 但是 在我像我儿子那么大 三岁的时候 我后来都是老人跟我讲 我就记得当时我穿上我奶奶 那个鞋肩的那个椅 就当时在给 我小时候在胡同长大 这个胡同的邻居唱样板戏 哦 那您第一次是怎么能接触这个行业呢 从小个子长得高 嗯 然后呢 人呢 确实是长得 啊 好看一点 没办法 没办法 然后 学校的什么 文艺节目 文艺节目 对 文艺节目 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文艺节目的这个 积极分子 嗯 我十六岁 就是初中毕业上了一个表演野鱼班 嗯 就从那个表演野鱼班 就开始慢慢慢慢接触这些 嗯 一直到后来考上了上海系学 哦 听说上系可是很难考的 其实都挺难考的 啊 因为我考了三年 考了三年 第一年考的中系 八七班 哦 就是那个仁义班 嗯 因为当时生病了 我没上过高中 我上的中专 嗯 做的印刷工人 然后就没做过高考的卷子 嗯 八一中学高考完 刘培跟胡军在前头对题 我在后头听 怎么一道题会有两个正确答案呢 嗯 然后刘培笑我说 这叫多项选择你不懂啊 你没做过卷子 我说没做过卷子 哈哈 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多项选择 四十分政治大体 现在我记得特清楚 您全砍了一半 没有了 当年我差两分 在不知道多项选择的情况下 差两分 后面其他答的都挺好的 对 其他挺好 我语文好 哦 然后第二年 八八年考电视学 嗯 我拍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个戏 叫霸王草 结果就 没参加高考 那也是三世 考得很辛苦 哦 八九年 就去了上海 嗯 然后考上了上海西级学 真的是有了我们西林老师啊 这个坚持不懈的努力 才有我们今天 最终能在屏幕上看到的 我们西林老师呈现这么多 一彩分成的角色啊 对 那么接下来也来回顾一下 我们西林老师演过的这些经典的人物 看一下 你真是又漂亮又聪明了 他这一时候都没忙完的过 啊 人 总是有好奇心的嘛 别思维 现在 金云学我从今天起 跟你一起分享你的好奇心了 哈哈 你嫁给我高建廷 你好好过日子呀 你给我生一个怎么了 我高建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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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怎么了 啊 我寒在嘴里怕话了 顶在头底怕摔了 我对你怎么了 大哥 求你啊 你吃一口啊 你说 这熊熊大饼 兄弟都舍不得吃 给专门给你留的 你又不吃 我跟你说啊 你要不吃我真打你鞭子啊 我打你四十鞭子 让你张张记一下 哈哈 二哥 你干啥呢 你这熊熊大事 没看你大哥用战吗 大哥谁 到 福音编号二三八一 霍冲时向政府报道 大哥 政府 政府 我要举报 我要举报 汉东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 洪凌平 这个消息 如果 谁得得到 还他妈跟我演技 我早就该打死你 不为我所用的 就不配活在这个世界 哇 好有气势啊 你左轮手枪里这个 没错啊 你猜我最喜欢哪个角色 我猜啊 肯定是左轮手枪里的黄国亮 对 黄国亮 你知道我下一个行我们角色 你看刚刚我们看了那个 欣欣老师这么多角色 你猜我最喜欢哪个角色 我猜啊 肯定是左轮手枪里的黄国亮 对 黄国亮 你知道我下一个行我们角色 谁 是下一个在天津卫视播的距离的角色 哎呀 好吧 怎么样里面今天跟你偶像聊了半天 有什么感受 我觉得特别的高兴 我真的很幸福 啊 其实我们也真心的感谢 李永剑老师 齐磊老师这么多年为我们创造 这么多精彩的节目 是的 也感谢今天来到我们的群会和我们分享这么多精彩的故事 谢谢 谢谢 好 黄阳传统的话 讲好中国故事传递生活正能量 感谢您收看本期群会 我们下期再会 拜拜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拜拜